大家好,小莉今天分享法国报刊事宜 《归还非洲文物》,节选字 Le Monde Diplomatic 2019年3月23日,300件非洲兵器和祭祀物品 在法国南特一拍卖行拍卖 这时有人说,你们买到的是一件东西 但制作这些物品的人卖掉的是他们的性命 说这番话的人是卢瓦河谷非洲协会发言人托马斯 他的这一席话使得整个拍卖会夹然而止 法国此前刚出台新政策 要求归还在非洲掠夺和非法购入的文物 而今天这场拍卖会上正有这样的物品 拍卖师很快宣布,应法国文化部要求 有30多件来自贝宁的文物已从产品目录中撤销 其实,在南特活动人士向非洲政府发出警告后 只有贝宁政府做出了归还要求 一名叫Yves Bernhard的人很愤慨地说道 这些人完全是在瞎胡闹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Yves Bernhard是法国裔古董商协会律师 因为托马斯的一席话 他错失了购买古董的机会 他本人也是十分反对归还这一概念的 因为在他看来,这就相当于把事情弄得非黑即白 一边是非法持有者,另一边是遭到剥削的民众 这样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在他看来是十分不合适的 早些时候,在2017年11月28日 马克龙总统在布吉纳法索一大学发表演讲时 很让人意外地提及了归还非洲文物 这一饱受争议的话题 马克龙总统当时说 我不能接受有相当多的非洲国家文物由法国持有 这当然背后有历史原因 但是这个原因现在再也站不住脚 非洲文物不应当仅存在于欧洲私人藏品和博物馆中 我因而希望在未来五年内 能暂时或永久归还非洲文物 马克龙的这一番讲话 触及了此前很多人不敢提的话题 2016年7月 法国当时的外长埃罗 以法国文物不可转让之名 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贝宁总统帕特里斯大龙的要求 后者希望法国能够归还于1892年至1894年期间 法国将军阿尔弗里德在军事出征时 从贝宁带回的皇室文物 这些物品现在存储于巴黎布朗利博物馆 就在马克龙讲完其演讲后不久 他就委任两名专家撰写评估报告 这两名专家分别是柏林技术大学艺术史教授萨沃尔 和赛内加尔-Gaston-Bergé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尔 2018年11月 两名研究人员公布了其报告 名为归还非洲文物 他们总共罗列了几十万件 正在由西方国家持有的非洲文物 其中有八万八千件位于法国公共藏品中 还有好几千件是在非洲国家的其他博物馆中 这两名研究人员发现 在法国殖民期间 曾肆无忌惮地在殖民地掠夺文物 当时法国处于是非常强势的地位 所以这两名研究人员认为 法国当时肯定觉得 不需要经过殖民地民众的同意 就可以随便拿 他们有些还甚至不惜以暴力 歪门邪道 以及惨无人道的方式 非法购入文物 因此这两名研究人员建议 在这段时间期间 所带回法国的物品 应当归还给非洲国家 此外在科学考察时 以及在殖民期间 由当地官员私人带回的物品 也应当归还给非洲 这两名研究人员还要求 在1960年之后 因非法艺术品贸易 而进入法国的物品 也应当归还给非洲 此外 他们还建议排除现有的法律障碍 因而可应当修改 法国当前的文物保护法 因为根据现有的法律 法国文物有不受转让原则 和不受时效约束原则 好了 不是 妨子 我